松和是出生在王家的金枝玉叶 却因八字不好 从小被认为是厄运缠身的不祥之女 母亲因生她难产而死 于是王上下令向她送出公抚养 直到有天王上被怪病缠身 才想起招女儿回宫挡煞 为了驱除松和身上的厄运 不仅将从小抚育她的乳娘赶走 还逼她用银杏枝叶泡澡 弄得浑身再发出一股怪味 只能靠吃薄荷糖才能烧烧热烟 谁知这种荒谬的法子居然奏效了 王上的病情好转 从此对松和也是疼爱有加 把她留在宫中 这一天天降旱灾 颗粒无收 王上心急如焚 尝试了各种祈愿的法子都无济于事 大臣献策说 天气反常是因为人间阴阳失调 矛头直指早已成了圣女的松和翁主 还未出嫁一事 天相师也在旁复义 令王上不得不重视起来 其实也不是王上故意拖延松和的婚事 是松和八次时代太差 命中待煞 无人敢娶 三年前 王上亲自止婚也无济于事 南方担心遭到厄运直接退婚 这次天降大汉 民不聊生 为了国家命运 松和的婚事不得已再度被提上日程 王上向全国发布了招亲榜文 入选者能够获得土地和官职 平步青云 此言一出 应选者蜂拥而至 三教九流悉数而来 重赏之下 大家都不在乎厄运缠身了 王上最终筛选出四名候选人 等做完八次和婚后再行定夺 这天松和已经出嫁姐姐回宫探机 跟她闲聊着婚后的生活 姐姐这段被算命是称为天作之和的婚姻 过得却并不幸福 与松和想象的样子大相径庭 姐姐把珍藏多年的房中小黄图件送给了松和 让她早做准备 姐姐早已被人烂熟于心 只是无奈无用无之地 可见姐姐婚姻十分不幸 只靠八字和婚真的能幸福吗 松和心里也不免忐忑起来 她无法接受嫁给一个素未谋面的人 于是打扮成宫女的样子 准备去偷来候选人的名单亲自调查 行动途中 她无意间听到三年前退婚的男子尹某 和算命师道远的对话 尹某吐槽说 谁只要亲过松和翁主就会倒霉一辈子 但现在为了王上的赏赐 她要改变主意加入竞争 还想拉拢道远帮自己美颜几句 松和听到这已经按捺不住 她气不大一处来一咬牙冲了出去 想给尹某知名一吻 让她倒八辈子血眉 没成想却误清了道远 道远被她弄得一头雾水 她也尴尬得无地自容 晕头转向的落荒而逃 成功拿到候选人名单后 侍女已经为松和打包好行李 没想到处公比想象中还顺利得多 工程之外到处是因旱灾 忍饥饿的百姓 大家因此对松和的婚事一顿纷纷 鉴于厚望 希望能尽快扭转不利的天际 松和通过在宫外休假的侍女 找到第一位候选人赵家少爷 另一边丢失了候选人名单道远 也循着线索找她过来 松和假扮着男子 在赵家门口鬼鬼祟祟 被阅人无数道远一眼识破 她把松和认作 那天在宫里非礼自己的侍女 追问她到底打什么主意 松和只能硬着头皮说 自己爱慕赵少爷 才冒死出来见面 一番情长动人的告白 令道远升起侧疑之心 便领着她走进了赵家大门 两人等待的时候 道远与松和有一搭没搭的闲聊起来 她一边替松和批八子 一边问她与赵家少爷的恋爱故事 松和只能献鞭献脉 把这位素未谋面的一周人 胡乱夸赞了一番 说对方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不料这赵家少爷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 当场把松和囧得无地自容 幸好道远没有戳穿 还不停地帮她打圆场 根据她的测算 赵家少爷和松和的身世 还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要不是年龄相差学术 这有可能是一段良缘 尽管出世未竭 这一关总算是有机无险地混过去了 第二位候选人叫江某 坊间少女都对她轻目不已 因为她不仅琴琴书画样样精通 还长得风流倜傥 一表人才 让松和一见就精为天人 春心泛滥 不过江某可谓金玉其外败许其重 是个彻头彻尾的花花公子 在婚前就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 更大放厥词说 婚后也要左拥右傍 继续过放荡不羁的生活 听到这些 松和的心算是凉透了 拿起酒壶 把自己灌得敏丁大罪 恰好以某约道远 在同一家九四见面 想托他更改八字 以便攀龙复凤 与松和和婚 一辈子享受荣华富贵 道远言辞拒绝对方 脸儿闹了个不欢而散 另一边将某借着酒意 一屁股走到松和身边 想要一亲方泽 道远看到后及时解围 说出松和可怕的八字 将其成功全退 之后他更是细心的 看护着酒质的松和 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眼前的女子究竟有什么魅力 令他在不知不觉中 被其深深吸引 松和离开后 一路在地上一带 去除厄运的薄荷糖 回去后道远尝了一块 那种滋味甜到了心底 朝堂之上王上接到奏报 各地干喊的情况日益严重 全国的儒生纷纷上表朝廷情愿 看来松和的婚礼是势在必行了 只是王氏的婚姻 难免要和利益捆绑在一起 想要再次成为成龙快速尹某 背后有嫔妃的指质 虽然被道远拒绝更改八字 却并未完全死心 随着婚期临近 道远也终于拿到了翁主的八字 经过比对 他惊喜地发现 原来谎称是女的松和 正是王上的女儿 而松和这边也知道留在宫外的时日不多了 他打算再见一位候选人 这次他接近的人是南公子 此人孝顺和善 总是以一副笑脸待人 但不知为何他家中的仆人 似乎非常惧怕他 松和见仆人们衣衫蓝绿 面黄鸡兽 好意买了些大米相赠 南公子一开始还以为是仆人偷的 对仆人们大家责罚 不停殴打 得知是松和所为后 内心暴虐他竟然勃然大怒 起了杀刑 命令手下追捕松和 原来他善良的外表下 隐藏着凶残极端的个性 稍有不顺就要大开杀戒 松和一路逃进树林 却还是被骑活捉绑在树上 千军一发之间 道云宛如神兵天将 原来他早已从南公子八字上察觉到威杰 得知此人暴虐无常 他连忙赶来营救松和 混战中南公子用匕首挟持松和 把他推下山崖 而道云为了救他 胳膊上会划了一刀 接着也毫不犹豫地跟着跳了下去 两人双双坠入河中 在激流中迷失了方向 好不容易爬上岸 养尊除了松和 已然体力透支 道云便背着他 在黑漆漆的林子里 找了个茅草屋落脚 松和盼到他胳膊上鲜血直流 细心地帮他包扎好伤口 昏暗的火光下 他们情愫暗生 道云埋怨他不该任意妄为 让自己身陷险境 松和则表示 在婚姻大事上 他希望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话虽如此 道云也佩服他的勇气 但随后两人都沉默了 因为他们知道 自由恋爱在这个时代 是不可企及的幻想 半夜里 松和依然风寒浑身发热 道云发掘后赶紧跑出去找药 谁知返回茅草屋时 松和也没了踪影 原来姨某也探听到 松和离宫的消息 二话不说 将他接到自己家中照顾 并上表网上 谎报与翁主两情相悦 翁主偷偷出宫 也是为了和他偷情 与此同时 他还以道云家人朋友的性命相要挟 逼他伪造出与公主相合的八字 但隐某的暗箱操作 随即被松和识破了 于是他又牺牲一记 偷偷在松和用了蜡烛里下了迷药 趁他神志不清之时 意图将生米煮成熟饭 此时 王上已经接到消息 连夜派出人马接松和回宫 道云也怒气冲冲来到隐家 眼看来不及与松和心苟且之事 隐某连忙脱掉衣服伪装一番 道云进门后 只见尹某衣衫不整 与松和共处一室 行径无比下流 道云怒火中伤 他愤怒地拔刀相向 这要杀掉尹某时 宫里的人闯了进来 火速带走了松和和尹某 王上得知女儿偷偷出宫 与他人偷情后 勃然大怒 松和也是百口莫辩 而偏偏被道云更改过的尹某八字 与公主的最为契合 为了国家设计 王上也只能压下怒火 顺水推舟成全他们的婚事 婚礼当天 松和面无表情地披上嫁衣 和自己不爱的人站在一起 内心自是五味杂陈 可是他在这个父母之命 八字之言的时代中 他要能如何呢 只能认命 尹某这边为防道云从中作梗 私自将其囚禁起来 为救心爱之人 他不得不挣脱绳索 快马飞驰而来 在两人里程的最后一个道云赶来 他不顾自己篡改八字罪行 当众说出自己被迫 为尹某伪造八字骗婚的事 最终尹某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但此举也令道云背负上欺王的罪名 被王上剥夺官职 流放边关 松和明白道云这么做都是为了自己 希望他能遇到良人 得到真正的幸福 他也由此明白了自己的真心 他爱上了道云 于是鼓起勇气向王上求情 请求王上放过对方 但王上一言四马难追 眼看父王难以扭转心意 他依然居然要放弃尊贵的身份 只愿与心爱之人相守一生 这次他想自己亲自做出选择 去追寻自己的幸福 王上又惊又恐 但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经过一夜的思考后 作为父亲的王上心软了 心里淫眼被女儿的决心所打动 就在王上犹豫之时 风云突变 天降甘霖 滋润了干涸已久的大地 他终于领悟 原来能打动苍天的是人间可贵的真情 他准许了松和的请求 费他为庶民 送他离宫去找道云 松和在雨中飞奔 一路追赶 就在他以为两人已经错过彼此的时候 道云与他在河边相遇 他情难自已 过口说出自己的心意 雨过天晴 两颗相吃相许的心 经历重重磨难 终于走到一起 电影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 留言 关注美中 每天地视打卡 每中观影 一整天保持好心情哟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